桃园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尤其是每一个社区 都有它美丽独特的人文风采 欢迎您收看社区桃花园节目 在这一集节目当中 我们将继续带您探访杨梅区的三湖社区 三湖社区是一个传统的客家聚落 社区推广客家美食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像是口感特殊的手工米苔木 当作美味沾酱的黄豆酱 煮汤蒸肉都美味的腌渍酱冬瓜 今天我们要将做法一一介绍给您 为了推广健康环保新概念 关怀据点推广手工竹编器具以及手工皂 让大家远离化学健康好生活 社区规划许多精彩的活动 让引发长辈能够快乐生活 大大降低老人的疾病风险 三湖的长辈们真的好幸福 到底三湖社区还有哪些人文景观特色呢 现在就跟着我们的脚步 一起探访它美丽多样的好风情 三湖社区的美丽好环境 让居民们健康活力十足 除了气功班给人身心灵活络运行之外 对于关怀据点的老人们 社区自创拍打舞 依照音乐旋律配合舞蹈 用健康棒拍打全身 据说对于输精活血 那可是效果十足哦 碧玉姐姐啊 刚刚我看你们做这个示范 好精彩很好玩耶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舞怎么编出来的吗 因为我们想说有这个稻草做出来的拍打棒 因为很松它打起来不会痛 所以我们就因为这农家大部分都有稻子嘛 那叫它就收集起来晒干 我们就把它绑到这样一捆一捆的 差不多七八十只的那个稻梗 稻梗把它扎起来 然后捆起来松松的 在拍打的时候就很舒服 一点都不会痛 用力也不会痛 所以因为想说老人家 因为你叫它整个舞叫它记不好记 要拍打对身体又蛮有健康的 这个创意是谁想出来的 我自己想啦 我想说既然我们就非不利用嘛 用这个稻梗的东西来扎 来实在是很好的健康拍打这样 真的耶 而且配上这个客家花布 非常的有特色哦 对因为我们这边都是客家人 我们想说用客家花布 那我们关怀据点的就用这种的布料 因为没有太多客家花布 想说这样拆下来洗啊 也可以重复使用 满好的 超有创意的 那你那些舞蹈也是你编的吗 我自己编的 有舞蹈基础吗 对因为我舞蹈30年了对因为我是班长啦我琴老师教土风舞可是这个拍打是我自己想说怎样的情形让大家能够活用 可以运动到全身对不对 对对有可以从头拍然后肩膀啦甚至背后我们也可以对拍这样 对拍喔 这搭起来真的蛮舒服的耶 对对 又不会受伤 对像有的时候在家里的话看电视啊也可以拿来打一打对 他说哎打一打我的膝盖比较不会痛了是这样子 这长辈们的回想怎么样 他们很热烈 他们每次说要关怀据点一定要上这个拍打课 然后他说哎没有打觉得很像怪怪的 全身不自在 对对对他们喜欢 对对对 三 二 七 五 七 五 跟着大家这样拍打下来 我的身体感受到按摩般的舒畅 甚至还会出汗呢 看来这拍打五对于增进健康真的很有帮助哦 一 二 七 五 七 五 七 五 经过拍打五的洗礼之后 听说今天社区准备制作手工米苔木 一般米苔木不是市场买就有了吗 何必大费周章 自己手工搓柔制作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带您一起去了解 林市长你现在要带我们来体验什么呢 手工米苔木 为什么要做这个米苔木 我们不是去市场买就好了 还要自己做 可是在外面市场买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它的成分是什么 自己做的话我们可以了解它的东西 材料吃起来很实在 而且这种手工米苔木 在目前在客家里边 已经慢慢慢慢的都已经失散了 因为现在讲求方便直接采买 但是这个东西手艺一定要流传下 所以我们会借由社区的课程 带动社区的妈妈 再来回味这个手工米苔木 我懂了就是说能够让这个记忆能够传承 然后又可以让我们社区的长辈吃得非常健康 对不对 不会我们其实自己做的又物美价格又好吃 又物美价格 对又好吃 然后我们等一下还会把我们这些手工米苔木 会变成今天我们关怀据点的餐点 我们会做出非常多的不同口味的米苔木 要开始了 对我现在就压下去 就直接用压的就可以了 对 它过去之后就一条一条的 对 这要很出力啊 很出力哦 对 没有出力的话 所以我们客家人都很刻苦耐劳 所以可以做这项记忆 最传统 最传统 每一个都是工啊 对 那换我来试试看 你说要出力有点力气这样子 对要出力哦 要出很大的力哦 出很大的力 对 对 对 这样算成功吗 算成功吧 我感觉很像三脚猫的功夫就是像我这样 这样对哦 对 好 再来试一次 欸 做得很漂亮 很漂亮哦 表示我有蛮力 哈哈哈哈 师傅教得好 真的 好 好 好 出力 压下去 真的 第一次做 哈哈哈 你哭了才知道真的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这真的要有一点技巧 要有一点手感在那边 好 嗯 嗯 真的好神奇 利用筛子 用力将果搓揉 就产生一条条的果条 经过热水汆烫后 米苔木就这样完成了 这时候将米苔木加上一点黑糖水 就能够品尝好味道咯 现在就是我自己亲手做的米苔木 我们现在就来尝一尝它的口感 真的比较Q耶 嗯 对啊 理事长我们这个是加了什么样的一个 汤汁在里面 我刚看你们就是淋上去就好了 加了什么都可以 里面是有姜跟黑糖 事先做好的 对 就把它煮好熬成汤汁 然后就直接淋上去 嗯 这是客家最传统的黑糖 黑糖 整个米苔木 真的很有弹性 你看 而且自己做的 吃起来这个很好 彈牙 嗯 我们现在做甜的 等一下我们还有咸的口味 等一下我们还可以试吃咸的口味 大概有哪一些的口味 可以先透露一下吗 我们等一下还会做 那家的 咸的 类似跟客家汤有很像 但是它又不像客家汤的另外一种 客家汤的鲜的米苔木 然后还有用炒的米苔木 炒的喔 炒的这我吃过 还有用蒸的 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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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的米苔木 煎的是加入什么样的一个原料进去煎 主要的原料 就是我们用 泰白粉跟面粉 泰白粉跟面粉 然后再配一些配料下去 等一下你吃的时候就知道了 所以今天是米苔木大餐 对 我们待会吃就知道了 对 原来手工米苔木 与机器制作的比较 会有不一样的口感味道 手工米苔木制作上虽然繁杂 但是为了好味道 再辛苦也是值得 米苔木是客家族群最爱的美食之一 各种口味随个人喜爱变化万千 关怀据点的老人们 你们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除了手工米苔木之外 理事长还要推荐我吃一道社区人气最高的美食 我等不及了 赶快品尝吧 理事长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们在地的一个美食吗 对 这是我们客家庄里面的最好的美食 很多人都是闻香而来 因为它里面非常的特殊 它里面是有包馅料的 所以大家可以尝尝看 你今天尝尝看我们的客家湯圆 它是有代表我们客家的风味 因为它有的那个汤圆呢 全部都是用米去做的 糯米去做的 对 糯米手工去做的 用手工去搓的 不是用机器的 那它里头的馅料是 馅料它是有加了猪肉 猪肉 都还有一些那个香料 所以说它 这是每个人吃过之后都占不绝口 口感怎么样 口感非常的Q 非常的香 好 你等一下你试试看你就知道 有客家传统的味道就对了 而且它还把大汤圆搭配这个小汤圆 那这个理事长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汤圆是在哪里做的 民众可能到哪里去才能找得到 在我们本身 我们礼尚里边 一个林长婆大汤圆 它本身是在一个古厕里边 所以它这个有带着古色古香的味道 大家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我们可以带大家去走一下 走访一下 做几年了 它已经有做十几年的历史 十几年的历史 对 都一样这么受欢迎 对 因为它从退休 两夫妻是从退休之后 才采进这个做汤圆 客家美食真是让人回味无穷 而一道美食料理 酱料在里面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美味的客家黄豆酱 是腌制不可或缺的主要原料 但是要如何制作呢 社区大方的告诉您 旅士长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是要做客家的什么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我们客家的腌制品 因为客家人最擅长的就是腌制品 但是因为现在腌制品慢慢的随着 一些长辈都没有在做这些东西 慢慢的流逝了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借由客家来带动 我们社区的腌制品 能够传承下去 所以今天要做的是酱冬瓜 酱冬瓜跟还有那个黄豆豉酱 我这个是一比一 一斤豆豉母就一斤糯米 一斤糯米 对 然后米酒 米酒是看你要快吃的话 就米酒多一点 要浓一点的话就不要太多米酒 你知道你汤汁要多一点就米酒多一点 以前的人做的都是用开水 要省嘛 现在的米酒便宜 一斤才二十几块 我们都用米酒 纯粹都用米酒 那这个冰糖还有盐巴它的用处是什么 我们的用处 冰糖看起来比较清甜 不会浓浓的 提味 提味 然后盐巴是一定的 因为要腌嘛 所以盐巴绝对不能少 一定要盐巴的 没有盐巴就一定会酸掉 盐巴也是有一比例的 黄豆酱完成之后 加上曝晒过的冬瓜 就是客家风味酱冬瓜 接下来继续瞧瞧是如何制作的吧 那我们今天好像有老师在这边 大师级的 要教我们制作传统的这个客家的酱冬瓜 可以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制造 制作的这个过程大概是怎么样 我们过程大部分是 我们的冬瓜是整条嘛 自己种的也是自己种的 种的然后呢我们采下来 把它的皮淘掉 淘掉就是只把它弄掉 然后就把它腌制 腌制一个晚上 第二天就把它拿起来晒 晒一个晚上 晒第一天晒 把它向上朝上 然后一个晚上呢 到晚呢就把它再拿回去 将那个盐水再泡着 石头压着 到第二天呢 我们就把它翻面 就往下了 这样晒 第三 然后到晚呢 一样也要再泡盐水 盐水最少就要泡两个晚上 到第三天就不泡了 第三天就不泡 就晒晒看你的程度 有的冬瓜呢 有的厚有的薄 薄的话太阳大的话 是三天就OK 那是厚的话 就要三天半到四天 到好了到我的成品 到晒了成品就变这样子 这成品好的时候 我们就我们有做那豆豉 就一层 一层这个豆豉 一层冬瓜 就把它放 我们这个冬瓜呢 都有用米酒洗过 洗过的原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晒一定会有一点风沙 会有沙子 然后我们尽量节省 防豆豉不要浪费 冬瓜也是说不用洗 我们这洗过 用米酒洗过 以后要煮都不用再洗了 就直接拿来用 然后那个酱也是还可以用 你要煮鱼也可以 要煮什么都可以用 不要浪费 因为我们客家人是勤俭 然后我们现在一层冬瓜 装的时候一定不要装到十分满 到八分就好 因为这个会发酵的东西 你装太满 到时候盖子 不一定有时候瓶子不好的话 它还会爆掉 所以要预留一点空间 对 第一 装进去的时候 第一天就不要锁太紧 然后第二天再看看 还好不会放高上起来 我们就把它锁起 看了社区的示范很简单吧 大家不妨学起来 三天美食风味 让餐桌上多几道佳肴 分享给家人 除了客家酱料制作 社区有一位竹编老师傅 要教大家制作竹编苍蝇拍 我们都知道竹编这项记忆 逐渐在消失当中 所以张老师傅是社区的瑰宝 带给社区相当多的竹编艺术创作 哇 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的竹编作品 这都是我们社区做的吗 当然是 我们社区真的很有才华 而且我们社区 因为这都是一些传统的记忆 我们社区真的很担心它会流失 而且我们现在我们社区有一个账号 它专门在教我们做这个 而且这个老少协议 真的老少协议 你看它什么它就算什么 但是很可爱 小朋友也会做 很棒 所以我就觉得说 像我们年纪大的 像它抓鱼的 最重要的夏天到了 这是什么 30 对 像你看我们社区 不管是年纪大的 还是年纪小的 我们大家都很容易去参与这个活动 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活泼 然后又可以传承记忆 董老师 这这么多的东西都是你做的 是啊 这个只要想得到你就做得出来吗 以前我有记忆 一直研究最近 那个理事长他说 我会逐边做篮子 他说你来教我们社区的婆婆妈妈小姐 一起做 我就答应他 好张大哥 我们看到他们现在正在做 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苍蝇拍 苍蝇拍 对 打苍蝇的很好 又不会快 它的原料都是你自己慢慢去把它削出来的吗 对 对 类似 这竹子 一定要很薄 对 很薄 像纸那么薄 像纸 像纸那么薄 不要这样走才会软 那这很非公 对 就是慢慢嘛 慢慢的 对 那他们现在在做大概他们的程序大概是要怎么样进行 这个做好 就收尾 收尾 收尾 也要尖尖 收边 收好就是 变成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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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边 这样 装 张老师 我们现在这个苍蝇拍已经做好了是吗 是 大概都完成了 那在使用上什么使用 就是像这样有苍蝇就 知道啦 这很好用 这 像塑胶的 打几下就会断掉 我觉得不会是阻止的 然後又很有彈性對不對 對 有彈性 耐 不會裂掉或斷掉 有彈性 對 那你們都做好了嗎 做好了 有沒有覺得自己很棒 有 手工做的竹編蒼蠅拍 應該是藝術性大於實用性了 因為製作起來太不容易了 真的拿起來打蒼蠅有點可惜喔 只要有衛生的環境 就不會有蒼蠅 於是社區也推廣手工造的製作 市面上的香造以化學合成居多 對人體皮膚都會有影響 因此健康環保的手工香造 是日常生活的最好選擇 今天要做的是總重量是1000公克 1000公克的話 我們的椰子油是900公克 米糠油就100公克就可以了 最主要是它給它滋嫩 後來我們也要加液檢 液檢 液檢就讓它有跟混合在一起 它會凝固就成皂 就可以洗 要放兩個月到三個月 一般我們的手工這個家事罩 一個月就可以洗了 那如果你說做洗澡的話 洗頭髮的話 最起碼要放三個月 兩個月到三個月才可以用 我們這個它屬於是環保 因為我們用的是椰子油跟米糠油 它一個叫液檢 而且它在做清潔方面非常的好用 我家裡都是用手工材 都是自己做手工材來用 那洗澡也很好用 然後第二方面不會不染到水 就是這樣的環保就對了 對 好老師我們現在已經攪到濃度 已經可以了 像美乃滋一樣濃濃的 就可以倒到我們的模子裡面 好 把它倒進去 之後就給它 等它硬 放在保麗籠裡面 三天後再來硬了 再來切 三天後再切 對 那我們是不是喜歡什麼味道 自己可以去做調配 可以加進去 可以啊 你喜歡 比如說檸檬香啊 或你就可以加 就像我那個碗香芋很清香 我就加 我那裡很像也有帶一罐來 我沒有加到 它就好了 加優加利啊 這些隨個人洗澡 對 都可以 其他的有都可以 可是它一定要是做造的香油 精油 它是純天然的 不是說什麼化學藥物的那一種 那個對皮膚不好 所以我們是天然的那個香油 用起來才安心 對 對 對 好 我們現在都已經 全部都製作完成了嘛 那這大概 接下來的流程會是怎麼樣 現在就是說 你做好放在保麗籠裡 給它造化 差不多三天 如果洗澡用的話 就要五天 因為我們是用椰子油 硬油 它加式造比較快 硬 所以三天就可以脫模 脫模再用那個切造器 把它切一塊一塊的 像包裝這樣子 切好之後就可以包裝 就變成成品 切好 你還要晾乾 不能曬太陽喔 在一兩的地方晾乾 晾一個月 然後就可以包裝 可以開始使用 是這樣 社區這麼用心推廣健康環保手工造 我真是給你們大大的讚啦 愛護環境一直是 珊瑚社區極力推廣的理念 所以擁有優美環境 就是最引以為傲的成就 百年土地公的神奇鄉野傳奇 三天居民茶餘飯後的話題 讓土地公守護地方神機再添一筆 傳統鄧家三合院古厝 保留鄧家的根 綿延造福後代子孫 曾經輝煌的歷史建物專窑 如今荒草雜樹盤聚 崩壞殆盡 需要相關單位的重視與愛護 關懷據點多彩多姿的活動 讓銀髮長輩走出家門接觸人群 生活變得豐富有樂趣 減少許多銀髮族的問題 珊瑚社區長輩真是幸福的一群 想體驗客家美食與風情 來一趟楊梅 珊瑚之旅 絕對會是您最好的選擇 相信這裡的居民 會讓您有快樂的好回憶